最近有网友发来两匹马和50个壮汉拔河比赛的视频 虽然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 但比赛刚开始 这50人就被催枯拉朽般的拖走 仔细观察发现 拔河的其实只有30人左右 因此声称有50人 大概是这支拔河队在虚张声势 为了再次验证 有人找来一种拉车的大马 虽品种不详 但其肚子挺大 只见18个人刚准备就绪 重型马就开始发力 屁股一沉后腿一蹬 18罗汉当即溃步成军 通常马的拉力大约是体重的15% 而瞬间腕力可超过体重 因此目测该马启动时 发力可达5600公斤 每个队员则会承受约300牛拉力 只要脚下不打滑 这些人完全能够抗衡并取胜 因此脚掌与地面的接触情况 是决胜的关键 而马蹄对地面的压强 要比人的鞋底大得多 马腿发力踩出凹坑 就能通过外壳载 使蹄子和土地的接触面 传递很大的阵营力 从而使二者建合为 抗减能力很强的整体 因此马蹄能抵抗住滑动趋势 但人的鞋底却踩在沙土表面 可想而知较低的摩擦力 只能让他们惨遭脱形 之所以分析人马拔河 是因为其中的原理 能帮助我们防训抗洪 比如7月5日下午 洞庭湖团州院低房出现管涌 下午6时左右 变成宽约10米的掘堤口 此后溃口不断扩大 院区很快成为泽国 如果我们回到管涌发生之前 会发现大坝的水 正被压力推动向另一侧渗透 此时选取某条渗流的 上下游和中间位置测量 发现在土壤颗粒的减压作用下 水头高度随渗流长度不断降低 根据达西定律 该渗流在截面A处的流量Q 等于此处土壤的渗透系数K 乘截面积A 再乘上下游的水头X 德尔塔H与渗流长度L的比值 照此说法 平日里大坝以水侧水头较低 渗流的水头损失德尔塔H较小 就会使渗流半路上 因流量无法支撑而断流 但反过来 洪峰到来时 大坝水位升高 就会使渗流的水头损失德尔塔H增大 于是渗流增强 进一步向地面逼近 但此时 如果土壤的渗透系数K维持不变 也不会发生管涌 可是放大观察 发现饱和土壤 其实是土颗粒和水构成的两项体 由于上方重量形成的外壑在 这些土颗粒就像马蹄踩进地面一样 在粒间接触面也传递了正硬力 这被称为有效硬力 有效硬力越大 则土块抗减强度越高 越不容易被渗流冲散架 同时 外壑在也让其中的水承受压力 被称为孔系水压力 它与有效硬力之合 就是土块的总硬力 当外壑在和总硬力不变 而渗流的水头 却随洪峰升高时 土块里的孔系水压力就相应增大 推动颗粒相互分离 有效硬力减小 土块因抗减强度降低而湿稳破碎 使渗透系数可以失控 于是渗流骤然增强 一路冲出地面 并将流道里的土全都冲了出来 形成管涌 不加封毒很快就会掏空坝底而决地 因此平地发现管涌可用反律为井法 也就是先弄些大石头填入出水口 再用砂袋子将管涌处围出一口井 底层铺上厚度20厘米的粗砂 再铺一层厚度20厘米的小碎石 最后是一层厚度20厘米的鹅卵石 这样下面的土壤 会因总硬力和有效硬力同步提高 而恢复稳固 同时冒进井里的水 会因上方沙石的层层反律压尽 将水头降低到井口下方而不能流出 于是管涌停止 变成一个临时的水池子 可见迅其加强巡查管涌迹象 大坝上储备沙带和碎石头 是四两拨千斤 避免决堤发大水的有效方法 大家看得更加大平时的温暖 对 整理的温暖 对有效硬力和变成一个临时的支持 大的肩猛 最后有效硬力和变成一个临时的 可以发生的效果